大家好,我是 Ray Ma 來一次,大家好,我是 Ray Ma 今天我們在發佈會上手體驗的這部手機 相信之前曾經是很期待的 到現在就期待已久了 我們屈指一算 這部手機在國行版的推出是7月12日 距離現在足足有183天 但是我們今天拿到的是 香港版、國際版 有完整的Google 服務和系統 首先在外觀設計上 Magic V2 由剛剛推出 到目前為止 仍然是世界上最輕和最薄的摺疊螢幕手機 它的厚度在摺在一起時 都終於突破了1cm的厚度 去到9.9mm 而打開時更加誇張 去到4.7mm 那到底9.9mm 和打開後的4.7mm 是什麼概念呢 我們今天就拿了上一代的 Magic 3S 和有Samsung Fold 5 Magic 3S 接在一起時 是12.9mm 打開時是6.1mm 它真的明顯薄了很多 特別在打開時 4.7mm 相信應該是我自己用過 最薄的手機 它再加上機身的 2.5D 弧度的機背 和玻璃面板 還有金屬中框 都有一個圓弧的設計 令到在上手的質感 和觀感上 都比起它實際上的數字 甚至更加薄 以及更加紙片的感覺 而這個數字 再與Samsung Fold 5 對比 Fold 5 接在一起時 是13.4mm 打開時是6.1mm 那機身厚度 無論是接在一起還是打開後 大家應該都可以觀察到 還有在機身的重量 也是很驚訝 今次Magic 3S 的重量 是231g 而再對比上一代Magic 3S 到261g 那麼輕了30g 而231g 這個重量 其實普遍都跟現在主流旗艦機 特別是比較著重相機拍照的手機 差不多的重量 而關於外觀設計 最後在顏色上 在香港上市就有三個版本 分別有我手上黑色掃皮的設計 它有比較明顯的皮額紋的質感和觀感 另一隻是玻璃底蓋 磨砂玻璃的黑色 還有一隻磨砂機背的紫色 就是這三隻 其實兩隻顏色有兩個質感 除了外觀和我們手接觸到的位置 反而今次的轉軸 它們都有特別拿來發佈現場 讓我們上手玩 首先今次在轉軸 外部這個外殼位置 就用了它更薄和輕 但是硬度也有增加了 鈦合金的外殼 它是經過3D 打印去製造的 而內部的零件 反而今次就應用了 HONOR 自家研發的盾扣鋼 它是會比傳統的不鏽鋼 會更加強度和硬度都提升了 而同時它亦都很輕薄 今次加強了轉軸和新的摺疊螢幕 它在內用度上經過了40萬次摺疊認證 而且在發佈的時間 反而特別有提到 摺疊了20萬次之後 它的摺疊增加了深度 只有36μm 那這是什麼概念呢 大概是半條頭髮的厚度 那這個耐用度 對於摺疊在用了長時間之後 會不會越來越深 都是我自己其中一個最關注的位置 而它們特別在這裏 就有強調講到 不會的 但實際上是怎樣 當然希望我們用了一年半載之後 再在長時間調查 有機會再跟大家報告 另一個 Breakthrough 成就了 這個薄的機身 會在電池上 今次 Magic 3 2 應用了 Joule Battery 的雙電池設計 兩個電池分別 加上會有5000mAh 而最特別的位置 真的成就了這個4.7mm 薄的機身 是電池本身都是2.72mm 好像一張紙那麼薄 怎樣塞到5000mAh 實際上它們就在這部機身上做得到 而另外它在這麼薄的機身上 散熱也是我個人最關注 始終摺疊本身的散熱也是一般般的 再加上一部極級薄的摺疊 相信散熱也是很挑戰的位置 而 Magic 3 2 的機身 仍然有採用 Vapor Chamber 的液體散熱系統 即使是這麼薄的機身 估計它最主要的 Core 晶片 和 Motherboard 都會放在相機這邊 而 Vapor Chamber 都會在機身這邊 而 Vapor Chamber 本身厚度是0.22mm 那麼薄呢 實際上到底有沒有用呢 CPU 上採用 Snapdragon 8 Gen 2 的處理器 它擁有台積電 4Nm 的工藝 而有八核心架構 Future Proofing 上 始終 2024 下一波的旗艦機 相信很快我們會看到 但是 Snapdragon 8 Gen 2 也是 剛剛去年最旗艦的處理器 在日常的應用 再加上 始終摺疊大屏幕的 Form Factor 是比較相互度向一些 對於上網或文件的處理 或是視頻的應用 相信 Snapdragon 8 Gen 2 是絕對足夠的使用 最後要成就這個薄的機身 還有一個位置 是指紋掃描器 它們都有一些 Breakthrough 它的指紋掃描器 是在電源鍵二合一的設計 而它做到這麼薄 都還可以掃描到手指 而它是有旗艦機快速度的速度 另一個在硬件上 今次再有升級的 都是內和外螢幕 而今次的外螢幕 本身是一塊 6.43 吋 20 比 9 120Hz 的螢幕 有採用 LTPO 的動態刷新率技術 而它的最高光亮度 今次升級到 2500nits 這個光亮度可以說是 今年 2024 主流旗艦手機的光亮度 反而今次內螢幕 或是主螢幕上 摺疊螢幕的規格 都終於有一個升級 終於做到 120Hz 和外螢幕一樣的高刷新率 亦都一樣有支援 LTPO 的動態刷新率技術 主螢幕的尺寸就去到 7.92 吋 光亮度上亦都提升到 1600nits 今次主螢幕即是摺疊螢幕部分 都算是大升級的位置 對比上一代 Magic 3S 無論是光亮度 還是刷新率上都在標準旗艦機應有的規格 而談到螢幕針對 Magic 3 II 而設的 Triskin 全貼合手工玻璃貼 都已經推出了 它有全貼合手工上膠的技術 在玻璃貼和螢幕面板之間有完全貼合的效果 保留到螢幕原有的光亮度對比度 還有顏色顯示都可以最大程度還原應有的效果 如果大家在入手新機後 在這裡找到一塊比較高質素的玻璃貼 也歡迎大家在下面影片描述位置的連結參考 而再關於今次的螢幕 以及特別因為今次新的轉軸 有做到懸停的效果 可以多角度接到一半應用 HONOR 今次都有加了一些新功能 第一個我最常用的是Videoconference 播放影片的時候 它在圓停可以放到一半 它的介面會自動認得到 現在反過來就有全螢幕 接到一半的時間 它就是這樣看影片 這個操作在吃東西或者做其他東西的時候 它有一個內建的手機腳架 OK的 另一個是Videoconference 這個也是摺機其中一個最常用的用法 就是它好像已經自大腳架 再有一個Videoconference 透過半摺的效果去做到 而在拍照和拍片上 今次在Magic V2 它們有加上鷹硬自動爪拍 這個在去年的Magic V 上有見過 但今次再加上摺機的Form Factor 我們就可以順理成章 將它放在桌子上 然後用鷹硬爪拍 就可以自動拍到我 可以啦 這個完成了 接著這個功能 在上一次Magic Vs 我們就第一次見過 這次它們將功能證明了 做Global Favorites 三隻手指向下掃 它會將這個網站的內容 完全是減少到外面的 我們就有將這個網站上 所有網站的資料 就會減少到一個文件夾的形式 而它是外面的 可以坐飛機的時間 慢慢就在外面的環境 看這些減少到外面的網頁 另外還有Multi Window 和Split Screen的功能 開啟的方法就是在螢幕的兩邊 插著 都可以拉出Multi Window的小工具 現在我後面就是開了 Chrome Browser 然後我拉出來 想看到Youtube 片 就可以選擇左右 還是上下做分屏 OK 接下來還有相機部分 這次Magic V2 有採用三鏡頭配置 而主鏡頭和超廣角鏡 都有五千萬像素 遠焦鏡頭有二千萬像素 在外面的地方 有些地方 在外面的行為 在外面的行為 可以選擇 找到外面的行為 一項目的衝動 有些地方 就是在外面的行為 好了 有些地方 有些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最後還有定價方面 這次的Magic 3 II 是香港的定價10999 在1月11日至1月18日之間預訂 1月19日正式發售 而特別要提的是 預訂期間入手這個新機 是有一次的主螢幕免費更換的服務 另外竟然有Bose的降噪耳機 以及也有Magic 3 II 專用的手機支架機殼 還有兩次主螢幕的螢幕貼更換服務 據了解這個新機入手的優惠是先到先得的 而它們在1月11日的4時開始接受預訂 Magic 3 II 初步上手 已經完整給大家看了 這部機最印象的位置 都是輕和薄 而它是有兼顧到內螢幕 即內螢幕和外螢幕的顯示效果 高刷新率和效能上都有旗艦級的表現 而效能發揮上亦都有專責的液體散熱系統 但始終實際上這麼薄的機身 它在電池續航力和效能發揮上 實際上是怎樣的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有最新的評論的時間 不要錯過了影片第一時間看到了 下次再見 再見